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每周新闻 我是刘晨 美国贸易战日本或成下一目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日本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川普下一个贸易战的目标 美国华尔街日报助理编辑弗里曼 在专栏文章中透露 川普不久前在电话访问时 感谢他正面评价现任政府的政策 而且在言谈中似乎表现出对美日贸易条件的不满 弗里曼说川普形容他和日本领导人关系良好 但是他也表示一旦他要求日本承担代价 这样的关系肯定就会有所改变 弗里曼表示川普听起来 仍非常专注于消除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赤字 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将减少贸易逆差的箭头 指向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 并表示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不进行整顿的话 美国将退出该组织 去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到566亿美元 不过在服务方面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却出现了134亿美元的顺差 下面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内容 美国新任驻欧盟大使呼吁联合对抗中国 美国新任驻欧盟大使桑德兰7日呼吁美国与欧盟必须化解贸易纠纷 一同对抗中国的经济入侵 他认为大西洋两岸关系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成为一股阻挠中国经济入侵 及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力量 桑德兰还指出 美国和欧盟在对华贸易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及减少不公平贸易行为 对我们双方都有益 联合起来我们可以坚持要求中国采取必要措施 允许中国经济以更公平的方式运行 美国国务院罕见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争议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9月6日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多方面的质疑 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中说 美国和中华台北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 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来参与 感谢大家交流思想 推文还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 与看似来自台湾的一些女性参与者的照片 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 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 美国国务院的这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 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 既然不是在APEC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 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 美国海军学院战略学教授爱丽西锦星期四 将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的这则推文 转推给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 询问为什么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 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的中华台北这个名称 他说我认为正确的名称是台湾 美国政府在正式场合依然以台湾称呼台湾 美国国务院网站介绍台湾的地图网页 依然已不同于中国大陆的颜色标注台湾的地理位置 接下来收看美国与朝鲜的消息 美国对袭击索尼的朝鲜程序员提起诉讼 美国检方周四宣布对一名朝鲜程序员提起诉讼 指控他与近年来的一系列网络攻击有关 包括2014年索尼影视娱乐公司遭黑客袭击 以及2016年对孟加拉国央行的攻击 检方确认这名黑客为朴金浩 因译他是被称为拉萨路集团的黑客团成员 该组织被控在朝鲜中国和其他国家 进行全球范围广泛的持续多年的阴谋 进行计算机入侵和网络欺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法院 6月8日对朴金浩提出指控 四天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上 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朝鲜政府达成协议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朴金浩目前仍逍遥法外 他面临的指控包括 核谋进行电信诈骗和核谋进行计算机相当诈骗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布了一张通缉令 将它描述为朝鲜公民 并寻求有关他的信息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对朴金浩和他曾工作的朝鲜科技公司 Trust and Expo实行制裁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说 今天的声明表明 联邦调查局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阻止 世界网络攻击背后的恶意行动者和国家 我们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 指认朝鲜政府为这场破坏性全球网络运动的幕后力量 司法部副部长约翰·德梅斯称 网络攻击的规模是令人震惊 且具有冒犯性的对索尼的攻击被普遍认为是 对2014年的喜剧电影刺杀金正恩的报复 该影片描绘了一场虚构的对金正恩的刺杀行动 起诉书称黑客从索尼盗取了电影和其他机密信息 并让该公司的数千台电脑无法使用 据称朴金浩在网络攻击发生前返回了朝鲜 在2016年对孟加拉银行的袭击中 黑客盗走了810万美元 该案件被视为针对金融机构的最大的网络盗窃案 起诉书还说 在近期该组织还在2017年使用勒索软件 发动了名为Wonderquare 2.0的全球网络攻击 该黑客团伙被指对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北美和南美的多家金融机构、娱乐公司、军事承包商、虚拟货币企业、学术机构和电力机构进行了袭击 刑事诉讼书中指控朴金浩曾在朝鲜科技公司Talcenexpo工作超过10年 指控中称该公司和朝鲜军事情报机构下属的110实验室有关联 除了为付费客户提供编程服务外 拉萨鲁集团还从事恶意网络攻击 当局称针对该集团的调查正在进行 近年美国官员在年度世界威胁分析报告中单独列出朝鲜 称其是对美国造成的网络威胁持续上升的国家之一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称 俄国、中国、伊朗和朝鲜在今后一年里 会对美国造成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川普放话支持者 我若被弹劾都是你们的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蒙大拿州的一场中期选举 助选集会上对台下的支持者们放了狠话 这次选举你们不仅仅是为了某个候选人投票 你是为了将要控制国会的那个政党投票 川普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非常重要 据观察网报道 川普出席的这场集会是在中期选举前替共和党参议院 参选人马特·罗森戴尔站台 目标是挑战蒙大拿州民主党人约翰·泰斯在参议院的席位 川普在集会上批评某些民主党人把弹劾自己作为政治身份的核心 他们喜欢用弹劾这个词 川普模仿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的语气说 我们会弹劾他但他没有做错什么 没关系我们将弹劾他 川普接着说你怎么能弹劾一个正在做伟大事业的人 而且还没有做错什么 我们的经济很好 他还警告称美国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如果对手成为总统 但在你还没有发现他是否会取得好成绩之前 却说我们想弹劾他 这太荒谬了 下面我们关注美国税改方面的消息 美国众议院税改2.0 下调个税放宽退休储蓄永久化 据CNBC报道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计划推出税改2.0 旨在使去年通过的个人减税永久化 并放宽退休储蓄规则 本周四早些时候 众议院议长Paul Reign表示 他希望本月早些时候对该计划进行投票 本月国会将十分忙碌 以争取在9月底之前通过支出法案 以避免政府关闭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共和党人正试图阻止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 共和党人表示其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 去年通过的税改计划 使公司税率急剧下降 但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欢迎 根据去年通过的计划 个人税收的变化 包括减税和加倍的儿童税收抵免 将于2025年到期 新提案将永久化这些条款 并将永久的锁定州和地方税收减免的上限在1万美元 这促使十几个高州税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反对该计划 税改2.0将加入条款使创业更加容易 包括允许企业抵消更多的启动成本 同时将减少退休计划障碍来鼓励储蓄 众议院共和党认为新的税收政策提案 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援助小企业 不过税改2.0为共和党带来另一个潜在的问题 预算赤字 自去年通过共和党税收计划以来 民主党人一再批评赤字的增加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计 去年通过的税改将在10年内增加1万亿美元的赤字 最后请收看一组每周简讯 纽约州发传票调取天主教性侵材料 纽约州的州司法部长向州内所有八个罗马天主教教区发出传票 这是当局对教会神职人员据称有性虐待行为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 熟悉传票的消息人士对新闻机构说 州司法部长巴巴拉安德伍德的调查人员希望获取 与性虐待向受害人付钱以及教会内部调查结果有关的文件 教会官员表示将配合调查 在纽约州展开调查之前 好几个国家都爆出天主教会性侵事件 近年来的调查显示 教会官员掩盖了神职人员在教区内性虐儿童的普遍行为 在临州宾夕法尼亚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发现 大约300名神职人员对1000多名未成年人实施了性侵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法规不言导致洗钱容易 CDHall Institute发表研究报告说 金融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加拿大成为国际洗钱者 逃税者和犯罪局团首选的洗钱地区 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Dennis Maniai指出 就像水网低处流一样 脏钱总是流向洗钱阻力最小的国家和地区 而加拿大已经成为这样的洗钱首选地 除了赌场洗钱的渠道外 加拿大一些省份松弛的公司注册管理系统 让不法之徒可以很容易地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 通过设立结构复杂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体系 把脏钱打入公司账户 几经周转变成干净的资金 该研究报告指出 在加拿大申请出生证明注册汽车 注册土地所有钱 开银行账户 甚至申请图书馆借书卡 需要的个人身份信息都比注册一个公司 所需要的身份证明信息要多 该研究报告呼吁加拿大 借鉴英国在2016年就开始实行的公司注册 要实名披露拥有者姓名的法规 在加拿大实行类似的公开透明的公司注册制度 而且加拿大联邦和各省政府 要在公司注册方面实行统一的法规 使不法之徒无法利用各省法规的不同钻控子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每周新闻 我是粒子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 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APP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 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再次进入明镜与点点栏